在最後的聖詞中, 耶穌寧寄了他們, 這位聖詞人士, 指出你的信心, 在英文的意義上, 指出你的聖詞。 但原本的聖詞文章指出, 指出你的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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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你的聖詞。 作出你的聖詞, 指出你的聖詞了。 這因如此, 我很視 browsingails porqueändercolれる聖詞, 不是代表你的聖詞 或是代表你的聖詞。 怎同樣說你的聖詞。 這九個麻風病的確是得到醫治了, 但只有一位得到救恩了。 當然我們不知道未來的, 但在這個時候, 他救了,為什麼? 不只因為他回到耶穌, 他跌倒了, 耶穌告訴他, 後來什麼? 當然,他們必須在談, 他們必須在說什麼, 而這個人也信了。 因為聖經記載, 不可能把每個細節都記錄下來, 當這個人祝福敬拜耶穌, 那耶穌跟他講了真句話, 不可能就講完就結束了, 那當然還有一些細節被記載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神跡是可以發生在每個人的身上。 那神跡發生的話, 對信仰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例如, 神跡是會被侵略, 因為有些的狀態, 他們們離開了群人, 他們們離開了群人, 都離開了群人。 我認為是, 沒有人應該來去他們, 他們有些事件, 所以他們都可以去外出。 所以我們知道,那邊就是這個麻風病人, 他必須要驅逐在這個群眾之外, 那可能會有一個靈或是什麼, 他會想著,就是讓人知道,不要接近他們, 他們可能的生活就是以祈禱的方式。 那當時的麻風病被視為非常不好的疾病, 而且是帶罪的疾病, 而今日當然是可以得到醫治的。 那當時的醫療,就是藥物可以治療麻風病。 那耶穌醫治他們並沒有當下就把他們醫治好。 他對他們說,去耶路撒冷證成, 然後把你自己的狀況顯示給祭司看。 那為什麼要給祭司看呢? 因為祭司也有醫療上的服飾。 所以麻風病當時是被視為靈性上的疾病, 還有身體上的疾病。 當你覺得你已經痊癒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祭司檢查。 看你的身體是否權益, 如果權益, 他可以讓你重返社群。 耶穌是希望你遵循法律的制度之下, 然後他們可以重返社群。 但是他給他們一個機會, 去解釋他們自己的信心。 所以他沒有治療他們, 他說,去那裡。 所以如果你有信心, 就去那裡。 但是如果你有信心, 就去那裡。 如果你有信心, 你會去給祭司看。 如果你相信耶穌所說的話, 你就會去給祭司看。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就會說, 我這是麻風病, 我怎麼可能帶著這一生的疾病, 去給祭司看呢? 所以他們顯示了一些信心。 他們也遵從耶穌所說的, 因為重視他們的麻風病是很嚴重的。 但是當他們遵循到耶穌所說的, 他們已經很健康。 所以當他們走向耶穌所說的, 他們已經很健康。 他們已經很健康。 我會說這個, 因為很多時候, 你會知道, 有些事情發生了, 神會給我們一些信心, 我們會看到一些信心, 但是後來, 這不是足夠的。 你會看到, 那九個, 當他們變得健康, 然後他們拿了許多的許多, 去家裡。 他們非常開心, 他們完全忘記了耶穌基督。 從一個角度以來, 是的, 這是理解的, 但他們已經離開了他們的家庭, 他們也能夠分開了。 但是, 他們有了時間, 後來去見耶穌, 他們回到聖父親, 他們回到聖父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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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有感謝聖父親後, 他們沒有感謝聖父親後。 他們沒有感謝聖父親後, 他們為了聖父親後, 就像聖父親後。 但, Some say that, 有一個人認為耶穌倭 by Mother, 是聖父親後居一擊的敵人。 是聖父親了 outros方面, 有一個人還分寧布的是 聖父親後, 請問耶穌者是聖父親後。 而聖父親後, 他們由聖父 cage clean up, embarrassing and heavy people to Rome , 看到聖父親後, 聖父親後到聖父親後, 和聖父親後, 他找了耶穌神, 然後他跌在他的腳上, 他就說謝謝你。 耶穌說, 10人成為了9人。 耶穌說, 10人成為了9人。 他心裡有9人。 不认识